新闻深喉咙 永多深 文化多深 但是考慮到公益 還有公股的色彩 這個可能會引起社會的爭議 悠遊卡公股總座林向凱認為 問題出在悠遊卡公司 是北市府的公營事業 造成形象衝突 北市府是最大股東 我有四成股穴 並且正義市議員要求官股代表 因表態抵制 官股製的翟本喬在臉書上說 自己沒有對外發表個人意見餘地 你們愛怎樣表達意見都可以 但別想把我拖下水 我都不好意思跟他講說 你過瓶洞留這個爛攤子給我 其實現在要 現在是半工半民 要全部變工營 全部變民營都蠻困難的 所以這個是一個 這個結構是蠻 蠻脫痛的結構 我認為這樣其實 是有點推卸責任的 如果說只是為了要多賣幾張悠遊卡 那等於是市政府 在利用AV產業在賺錢 控訴者認為是前朝 讓遊卡公司結構是官民 谷歌辦 有官方色彩 推出AV卡才會引發爭議 但從一開始推波多卡 到風暴延燒 四大超商巨獸 藍綠議員過半 連署抵制 揚揚杯葛預算 遊卡公司危機處理 亂了套 恐怕才是科P最大爛攤子 這裡是見全英文台報報導